一輛大顆車行徑草越鬧區 但驚喜一幕下一秒發生 我走中線 肚子 你看 他一路一直偏向我 沒看錯就在行徑路口時 位在大顆車右車的一輛機車 竟是逐漸的左偏 原來是為了閃避前方一輛大貨車 然而騎士這麼一坐 卻把自己陷入險境 車身踩一偏 下一秒就疑似重心不穩 插撞到後方急駛而來的大客車 接著騎士瞬間 連人帶車摔入路面 大客車則是毫不知情繼續開過 你看 他一路一直偏向我 實在太驚悚出乎意料 原來以為騎士就這樣 被車輪給撵過凶多吉少 然而最後騎士竟是超幸運 和車輪擦身而過 沒有被撵 要保持安全距離就對了 會不會覺得很恐怖啊 會啊 閃他 怎麼說閃啊 離他 不要靠近他 時間就在13號 地點都在桃園中山路上 車禍發生後 受傷騎士馬上就被送到醫院 隨即出院 然而這樣一起恐怖的插狀 卻讓大客車駕駛心理 留下了陰霾 那本案雙方駕駛 竟沒有酒後 駕車的情形 那機車駕駛受輕傷 再看一次這驚悚一瞬間 即便騎士資人技術平衡感 再好 都不該和大車對賭 畢竟大車體積大 死角多 此外質量大輕易碰撞 吃虧的終究是肉包鐵的騎士 接著臨終真言禁語 陶游貌道